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十六节 气顺笑涅 背轻向苏 这个都是悟性 诸节里面引用古人的教诲 周围识错语 军意沉险 父子子孝 兄爱地尽 六顺也 那么说顺 说逆 都说得非常具体 这是儒家所说的 佛家则说得更深 说得更透彻 佛家是以法性为标准 儒家则是以道德仁义理为标准 这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事法跟处事法 差别了在这个地方 人能够顺事法 得世间佛报 能顺法性的 得出世间无比的佛报 出世间佛讲的太多太多了 这个我们要懂得 出世间不立世间 决定包括世间 但是世间法不能包括出世间 这个里头有勤生光辖的产品 果能报下 身能报钱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佛陀常常教导我们 修行的根本是三伏六合 这是大根大本 三伏里面是一句 我们能够随身 这是向道 向菩提大道 如果我们违离了 如果我们违逆了 不但这个世间善法不能成就 往往都在三土 这些离思我们同修都非常清楚啊 顺利的根在孝尽 顺利的根在孝尽 孝养父母 奉死司长 这两句是世出世间 大圣大行 交给我们的根本 随一顺发泄 随一顺道德仁义里 祝佛如来 教化一切众生 从这个地方开始 也在这个地方圆满 孝尽大道圆满就成佛了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法 佛家的教育 彻时彻宗啊 就是孝尽而已 佛将这个孝尽扩大 一切众生 在《箭经》里面常说的 一切男子生过父 一切女人生过母 这个把这个孝养父母扩大了 扩大到尽虚空便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在华言上看到 一切众生晴于无情 华言上讲的善知识就是老四啊 不但虚空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是我的老四 无情众生也是老四 这是把孝亲尊师讲到究竟人们 讲到究竟出了 我们能把这种事情落实 这个人叫成佛了 认真努力去落实 还没有大到圆满 这个人叫菩萨 落实到究竟圆满 就成为佛 违背这个教会 这个人叫凡夫 六道众生 讲孝尽 不能达到一切众生 值于自己的父母尊长 甚至于说到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又无又以及人之忧 这个境界不错了 往往限于我们自己一个国家 一个族群 不能达到像华言里面所说的不分国土 他那个地方讲的国土大了 他是讲祝福国土 每一尊佛教化区是一个大清世界 不分国土 不分国土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地去尽孝 去修进 这是大成佛法 因此 学佛 要学得跟佛一样 念佛 常常想着佛 佛是存什么心 佛动什么念头 佛是怎样生活 佛是怎样出世在人间屋 我们能常常这样想 就叫做念佛 念佛绝对不是口里头 止于佛号 止于佛号 像唱歌一样 什么意思呢 茫然无知 你怎么会得受用 念佛的名号 像佛的存心 像佛的行义 像佛怎样出世在人间屋 这叫真念佛 观像念佛 看到佛像 也想到这些 观像念佛 所以我们要会念 会念念久了 我们的念头就转变成佛的念头 我们的心就变成佛心 我们的心就变成佛心 佛的心是孝 这两个字 把祝福如来 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 全包括净 那么我们做佛的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自己一定要想得 我们是佛的形象 我们是佛的形象 是佛的代表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到底有几分像佛 我们能够做到一分两分就不错了 百分之百了 你成佛了 大概你能做到个百分之三十四十 你是真菩萨了 彼得意教奉行 同学们现在大多数都受持无量寿经 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多次劝勉同学 我们能把无量寿经上讲的理论明白了 通达明了 智慧开朗 能把今中所有的教诲都落实了 百分之百落实 你将来往生决定是上上平 有把握 有信心 你能够做到百分之九十 上中平 要做 最低限度 也要做到百分之二十 下下平往生 至于西方世界讲的仕途 那是菩提心上的问题 上上平菩提心 长级观图 上中平 上中平 菩提心 十报 方便有余图 下平的菩提心 凡圣通去图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 今不是止于念 念给佛菩萨听错了 在佛菩萨面前读今 是修效尽 如同佛菩萨在我面前 我读今是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我真的懂得听懂了 我正发心去找做 从哪里做起 《无量寿经》真正是圆满到基础 续份里面就把这个档案告诉我们 你看第一句 《贤供尊修普贤大司指得》 这是尽宗修学的总纲理 经文一展开 你看看介绍听众 声闻众菩萨众在佳菩萨众介绍完了第一句 《贤供尊修普贤大司指得》 净土中修什么 这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明白吗 从哪里下手呢 善乎口业不及他国 善乎深业 善乎异业 这是教我们从哪里下手啊 善乎深业 把口业放在地儿 今天社会为什么这样的动乱 大家不懂得善乎口业 善乎 善乎 Dé 善乎鱼也度造业 啊 最容易造业的 是口 fishing 所以他不说身口义 口生意 我们如果生能够守株 不犯略意 略意隐身 就是法律 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一生 不做犯法的事情 遵守国家的法令规障 遵守社会上的风俗习惯 报德的概念 我们一切都不违反 这个人是好人 善乎一夜清净无然 所以经典一开端 就把修学的纲领告诉我们 身与义 到最极清净之处 这个人就成佛了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心 特别是画像 画像看佛头部有个圆光 圆光顶上写了三个字 欧阿弘 欧阿弘 欧阿弘什么意思 身口意 身口意 做到究竟热满了 所以佛头的教育 教出去 从十善开始 到最终极 十善圆满 十善圆满 欧阿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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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的 骨折 清净万论 讲的细节 这是讲的总纲领 我们掌握着总纲领 然后慢慢再学细节 细节在大臣里面讲 五十一个菩萨界位 每一个界位 境界不相同 无论在理论上 在行持上 有前身广辖的差别 那么由此可止 最低的节位 出行为的菩萨 这最低的节位 要发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什么是菩提心 经论里面 经论里面讲的太深 不好懂 佛有无量无边的方便 佛教我们发愿 四红十一院 就是菩提心 每一院里面 都包含着 其心论里面所说的 执行 身心 大悲心 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 至尘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这个四约 远远都具足 所以真正法四红十一院 第一院 众生无边十一度 众生无量无边呢 都是什么意思呢 用现在的这话来说 帮助他 为他佛物 要发为一切众生佛物的心 这个心要发 真的 你就成菩萨 凡夫 念念是为自己佛物 为我家庭佛物 为我家庭佛物 这是凡夫 所以 正掌身健 正掌我执 正掌身健 正掌我执 怎么能脱离六道轮回 我们现在懂得六道怎么形成的 六道就是我进我执形成的 破我进破我执 六道就没有了 超越六道了 所以人一发菩提心 六道就超越了 我们这个身现在在六道 在六道不是我的身 我这个身是为众生佛物的 为众生佛物的一个工具 这不是我 如何为众生佛物 下面三条就设出具体的办法 第一个断烦脑 断烦脑是为自己 不是为众生 做给众生看 是为众生断烦脑 学法门也不是为自己 是给众生做样子 好学 希望他看到我这个样子 他也能好学 断烦脑是培养自己的德行 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学术 成佛倒是转烦成神 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子 烦脑无尽誓愿断 转悟为善 法门无量誓愿学 转迷为悟 佛道无上誓愿成 转烦成神 我们真的明了 真的肯干 我们就像佛了 就是代表佛的形象了 佛菩萨在哪里 佛菩萨就在我们这个形象里头 自己每一天去塑造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总有一天被你说成了 你真的就超犯入神了 你真的就超犯入神了 佛家讲得愿满 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经要多读 要多听 多思维 多体会 然后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节目 这是真正的佛菩萨 这是真正的佛菩萨 同学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感应片 第96集 这篇文字从第九十节到这一段都是说无忌惮之物 造作卧业在现前社会 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 大家把这些事情都看作是正常的 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觉罗都能够看到 大的来说不顺真理 小的来讲不顺理意 这个诸节里头诸位看看就都知道了 后面这一句背清相书 儒家教学必定是从轻激素 逐渐地来扩大佛物的范围 扩大了佛物的效果 佛法虽然讲到虚空伐界一切众生是一体 但是在行门也不例外 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消养父母 奉死死长 然后再把消养奉死 扩展到社会一切众生 可见得世出世间的大圣大邪 教人都有一个倾诉 不违背这个顺序 这个里面的意义很深 我们很广 我们要能够细心去体会 这两年 我们走向了多元文化 我们与许多不同的宗教族群交往 于是有一些人批评 我们使气顺效逆 背轻相熟 对我们拿这些话来评评我们 曾经有人当面向李牧原居士指问 李牧原居士把我们自己熟作所为的事实真相告诉他 他也不错 当面忽悔 当面忽悔 承认自己错了 错怪人 我们对于中国人 我们对于佛教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没有宣扬而已 做一点好事 何必要大肆宣扬呢 与外人交往 有些媒体报道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希望他来报道 而多半是他们其他宗教主动邀请这些记者来参与访问报道的 不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多少还接收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 懂得一点道理 卢家佛家 道家都教到我们 要知道极英功 什么叫英功 做好事不要叫人知道 不要大肆宣传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默默地去做 尽心尽力地去做 没有私心 没有明文力 我们默默地去做 我们默默地去做 那么在做的当中 真的 如佛的教育 行门帮助戒门 戒行相福相成 戒门佛家常讲的智慧开了 真正要开智慧是一定要移交奉行 这个智慧才能开得起来 我们对于佛所讲的甚深之力 佛性跟法性逐渐逐渐 有了领会 有了体悟 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 我们也渐渐能够肯定 佛菩萨所说的菩提心 是从这个地方生起的 我们也体会到 发菩提心 实在不是一个容易死去 难怪是一发菩提心 这就成佛道了 禅安家所说的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这一发菩提心就成佛了 你们看看华言经上 语言叫粗柱菩萨 叫发心柱 发心柱是什么意思呢 发心就是发菩提心的 柱就是不退了 不退才叫住啊 菩提心发了之后 永远不退了 叫发心柱 我们今天发一念心 一个境界限情 我们立刻就退转了 所以我们不能成就啊 人家发了心 永远不会退转 什么道理呢 礼明白了 事他也做到了 礼于事 他能够融成一片 他不是两截 所以能够住心不退 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 希望到这个境界 那不能不努力 一方面努力求解 一方面努力去奉献 这个地方 住截里面 有几句话 我把它念一念 背情向述 不止一段 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这个地方也不过去举几个例子而已 如蛮被父母 蛮着自己父母 也就是现代人说 他爱护他妻子的家庭 比爱护自己的家庭重 对于父母 对于妻子的父母 他尊敬 超过自己 生生父母 这 头一个是这个意思 对于兄弟 斤斤计较 对于朋友 外人 慷慨大方 自己家族清寒 不能照顾 看到别人的时候 他愿意照顾 这就是所谓的 不起所当后 后起所当不 应该厚待的 你不带他 不应该厚待的 你去厚待别人 这个现象在今天社会非常普遍 你要问为什么 结论不外乎厉害两个字 这对我有利 我对他好 那有条件的 对我眼前没有利益 就不照顾 父母年岁老了 我现在也不要他照顾 我就可以不理他了 七党 他能够照顾 所以我要特别厚照他 后代的 后代他 完全是功利主义 恩义没有了 不知道报恩 不知道行义 这是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 我们能不能责怪他 无量受经伤 佛说的好 佛大慈大悲 能够能够原谅这些做错事情的人 佛说的 心人无知 他上一代没有教好他 父母没有教他 老师没有教他 长辈没有教他 不知道得吗 无有余 这没有人教他 没有人教他 于是我们就不能责怪他 这是社会非常痛心的一个现象 是世间动乱的根源 我们如果没有人教 我们也不懂 总算我们很幸运 得人生遇到佛法 我们的父母 司长没教到我们 我们的长辈 没教到我们 我们今天 借着佛法的经教 明白这些道理 懂得知恩报恩 懂得人在世界 应当为社会 为一切众生福 不分彼此 佛教我们对人 也是从今即远 我们居住地区 地区有灾难 当然我们先要帮助他 这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许许多多地方 同时都发生灾难 我们帮助谁 一定帮助靠近 然后再慢慢地帮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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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道理 如果我们现前我们居住地区 没有灾难 其他边缘地区有灾难 我们听到了我们离开的元首 也要帮助 这个地方引用孔老父子的话 父子的话说得好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背德 那于信德相违背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背礼 违背了礼 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 而且我们要警惕 不孝顺父母 而孝顺别人 这个人你要对他提高警惕 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不能尊敬他的老师 不能尊敬他的尊长 而来尊敬别人 他用意何在 必定有企图 必定有他的目的 为什么呢 犯常 这个人能够孝顺 他也能够孝顺别人 这是真的 真情自然的流露 他能够尊敬他的尊长 他的长辈 有爱他的兄弟 他对于外人的时候 也能尊敬有爱 这是正常的 这些道理 我们学了之后 要能用得上 凡是违背尝道的 在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遇到的 一定要有警惕 否则的话 你就吃亏上当了 到那个时候 后悔就磨叽了 他是来骗你的 他的目的 非常显然 明文立扬 总不外乎这些 与这些人交往 决定受大损害 可是世间人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 必须要常常吃亏上当 到以后 才有所进取 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那么我们自己做人 一定要顺正法 在世间法里面讲 要顺理法 中国人常讲 或勤 或罚 或离 除世待人介物 不可以违背 勤离法 这个样子 我们这一生 就能够减少过世 事出事法的思议 这才能有成就 世间的成就 在佛法里面讲 是不究竟 决定要在佛法上成就 但是事法虽不究竟 我们也不能够疏忽 为什么呢 利益众生 佛教导我们 自他念力 自立之道 决定修 清净平等旧 念佛 求生 求生 尽 净土 这个是自己 究竟 圆满的成就 决定不能够疏忽 一切实 一切处 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 你阿弥陀佛 其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行有余力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要懂得 随缘而不叛缘 为什么呢 对于自己的成就 就不会受到障碍 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诸位要懂得这个意义 这并不是消极 依旧是积极的 完全看 语言成不成熟 语言要成熟 我们认真 积极的帮助别人 是正法久住世界 不但正法要久住 正法要发扬广大 记住佛教导我们 普度众生 要懂得普度 这两个字的用意 普度并不是 只有佛教徒 信了佛教 我读他 我不信佛教 就不读他 这不是普度 你看佛在经论上 常常教训我们 诗案根成熟的人 帮助他成就 这是讲佛教修行人 诗案根还没有成熟的 已经像佛了 对佛教有信心 有兴趣了 我们要帮助他 另外的是 没有善根的 对佛教完全不理解的 甚至于排斥的 我们要帮他种善根 这才叫普度 佛师门中不舍一人 总要记住这句话 使我们在这一生 尽可能做到圆满 那么佛法 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 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它决定不是宗教 所以我们对于佛教本职要认识清楚 是佛陀的教育 佛陀教育是属于哪一类的教育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所以释迦摩尼佛的身份 用现代的话来说 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我们这样给人家介绍 人家很清楚 不至于产生无悔 领一切众生 普遍的多 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努力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